你啥情况啊 匹配几只真改了吗 看见了吗 我挑战赛竟然破天荒的六连胜一把没输 这什么韩金呢 这可是新赛季啊 听别人说好像从1LO机制改到什么MMR机制 大家实在真一对洋文哗哩呼哨的 一直改没改不知道 但这个战力肯定不能掉啊 奶奶奶不看不知道 一看一下一跳 我这老头都快掉出全国榜了 这哪能忍啊 挑战赛直接开 兴哥必须给他整个郭福底 我去84段中路 哇擦 99段法育路 这MMR机制这么牛的吗 差一把吻国府了 我李源方差一把吻国府了 看来这一把又是一局质量局啊 那都是哪路大神啊 三楼各种还秀国标 你们先玩啊 卧槽 这不是小男吗 我去不是吧 还有小学生 看来我们这些半哪角子是真老了呀 不对吧 怎么这三级都重要了 2200对决 我靠我这是喘越了呀 看来我钱是没白冲了 新赛季还有这功能 穿越不穿越的先放一边 但对线吕布是真的好打呀 老头打吕布啊 躲他倒就行了 既然利用小兵斩三层被动 这个时候吕布在好好打就没有丝毫升算了 看见了吗 满路状态下他是根本打不动我的 我们要玩好老头啊 无论是打团还是单挑 都一定要利用野怪或小兵斩好被动 要不然很容易被秒 你还敢过来 怎么敢的呀 看我还是满路状态 直接跟我拿下 管你啥国服呢 单杀还得看我 尽管我们前期有点小逆风 但是我们阵容他运营绝对是不错的 这里先藏好视野 看见老虎直接绑他 谁又能想到草丛里突然冒出三个大汗呢 节奏就是这样打开的 这个墨子还想着葫芦娃救爷爷呢 才十四分钟啊 直接退到对面水晶了 不得不算 这MMR几支是整的牛啊 他不仅能让你连事 竟然还能让你穿越 有了这个功能 我就想说谁还退呦 银牌老头拿下游戏 对面鱼鸡竟然还是个职业 老表们你们不会还不值